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月19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坚持到底 现在让我们带着谦卑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 甚至于忘掉了你们的善功和爱德 即你们为了祂的名 在过去和现在 在服侍圣徒的世上 所表现的爱德 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 表现同样的热心 以达成你们的希望 一直到底 这样 你们不但不会懈怠 而且还会效法那些 因信德和耐心 而继承恩许的人 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 而能指着启示的 就指着自己启示 说 我必多多祝福你 使你的后裔繁多 这样 亚巴郎因耐心等待 而获得了恩许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 以启示做担保 了结一切争端 为此 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 充分显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 就以启示来自作担保 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 因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 在这些事上 天主绝不会撒谎 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 去抓住那摆在墓前的希望 我们拿这希望 当作灵魂的安全 而又坚固的毛 深深地抛入账漫的内部 做前驱的耶稣 已为我们进入了那账漫内部 按照墨迹色的品味 做了永远的大司祭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做事容易放弃 很难恒久坚持 这是人人都有的体会 但我们也知道 只有坚持才能把事情做好 特别在信仰生活中 但在忙碌的生活 面对许多更有回馈的选择 对主的渴望 也没有很强烈的时候 基督徒要怎么做 才能做到坚持呢 首先 意识到自己需要得到天主的肯定和回馈 如果长期间自认为自己能靠自己无私的付出 人就很容易会失去热情而怠惰 今日圣言的第一句告诉我们 天主是公义的 他不会忘掉你过去和现在的善功和爱德 天主都看见了 而且他会报答我们 天主还给我们做了应许和誓愿说 我必多多祝福你 这并不只是给亚巴郎而已 而是给所有信任天主的你和我 接着 我们要有怎样的态度呢 要耐心等待 而获得了恩许 现代人最不会耐心 连等待网页用几秒钟的时间开启也不耐烦 那么 让我们每天都求耐心等待应许的恩宠吧 不要因为定不下心来 选择又太多 而半途而废 每天积极教育自己 更有耐心 对自己耐心 对他人耐心 也对天主耐心 耐心能教我们察觉到自己的反应 能让人在冲动之前有所节制 耐心能帮助我们灵修 等待圣神超乎想象的辅助 最后 耐心也会帮助我们培养辅助信德的好习惯 例如 以耐心培养每天祈祷的习惯 这样 在信仰的道路上 会步步高升 带给自己和他人天主的生命与幸福 请品尝圣言 尝试意识到 天主如此渴望给你赏报 祂又承诺你 又给你发誓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是否能在一件难以坚持的善行上 多对自己耐心一些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天父 你对我们的耐心 是我们得救的机会 感谢你如此的忠实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彼此带到 耐心培养每天祈祷的习惯 坚持到底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